欢迎大家来到左边法国第十一单元的课堂 前面的部分都讲得差不多了 今天要进入的是法国文化风的板块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要讲解的文章叫做 目标消费群50岁以上的老人 法国是一个老龄化的国家 中国也正在朝着老龄化的社会迈进 所以这样一个话题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请大家把这篇文章自己先阅读一遍 回答几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讲解 大家都看完了吗 问题都回答正确了没有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细细的看这篇文章 标题叫做 跟了cible privilégé cible是什么 靶子 目标 privilégé呢 它是一个动词 privilégé 转变过来的一个形容词 在这里呢 它的意思是受到优先对待的 受到重视的 lis plus du second 就是超过五十岁的人 plus du 大于什么什么的 多过什么什么的 也就是说 这个文章的观点是 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顾客 是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目标消费者 所以同学们会发现 这个和我们课本上 直接翻译成目标消费群呢 实际上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 一起来看文章 然后 年轻人 人人都懂 年轻人 那么 ménagère是什么呢 ménagère是家庭主妇 ménagère de moins de 50 ans 五十岁以下的家庭主妇 marketing 这个其实是一个英语词 营销 市场营销 à trouver sa nouvelle cible 找到了他的新的目标 le vieux de plus de 50 ans 超过五十岁的老人 也就是说 marketing 以前所关注的目标 是哪些呢 以前曾经重视过 jeune 曾经重视过 ménagère de moins de 50 ans 这都是他以前的 cible 以前的目标 现在呢 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或者说新的猎物 是什么 老人 在我们中国的话 这有一种什么样的称呼呢 叫做银杂市场 老年人的市场 un publicitaire Jean Paul Triguet les a baptisé les seigneurs 一个广告业的从业者 Jean Paul Triguet 把他们命名为 seigneur 这个Jean Paul Triguet呢 同时也是一个营销专家 他写了不少 关于营销方面的书 他把50岁以上的顾客 称为 les seigneurs 那么这个词实际上 也是个英语词了 年长者 年老者 Badizzi这个词呢 挺有意思的 他原来呢 是在宗教当中使用的 Badizzi and baby 就是给一个婴儿呢 行洗礼 行洗礼的时候呢 一般要给他起一个教名 因此呢 Badizzi这个词 后来呢 就转移为 给谁谁谁起名字了 或者命名为什么什么 那么在我们的课文当中呢 Publicite Jean Paul Triguet Les a baptisé les seigneurs 这位专家呢 把这样的人 称之为 les seigneurs 老年顾客 L'idée est venue des Etats Unis L'idée呢 就是这个主意 这个想法 est venue des Etats Unis vendure de 这个结构 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 来自于什么地方 来自于哪里呢 Les seigneurs 美国 这个想法是从美国来的 那么大家知道 美国的经济比较发达 很多新的商业概念呢 都是从美国先出现 然后再转移到其他国家的 有一种玩笑话 叫做C to C 大家知道C to C是什么吗 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 customer to customer 而是copy to China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有了什么 新的商业形式 直接复制到中国 就能赚钱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了 中国也有很多原创的东西 美国的模式 复制到中国呢 好一些 也会水土不服的 Les spécialistes américains pensent que les seigneurs ne sont plus un marché à part à part 是单独的 另外的 分开的 也就是说 这些专家认为 老年的市场 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市场 而是什么呢 mest des parts de marché 而是市场的组成部分 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想要说的是 以前的老年人的市场 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呢 现在随着老年人人数的增加 消费能力的增强 等等原因 老年市场 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已经是我们需要 非常关注的一部分市场了 而不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市场 这里的par就是名词了 表达的是组成部分 Les spécialistes américains pensent que les seigneurs ne sont plus un marché à part mais des parts de marché 接下来 Les chiffres sont révélateurs 有一个相关的动词 是révéler révéler呢 是泄漏 泄密的意思 那么révélerateur呢 是它的名词形式 或者形容词形式 泄密者 泄密的 Les chiffres sont révélateurs 数字呢 是泄密者 也就是说 数字反映了一些真实的情况 en 2015 到2015年 un consommateur sur deux sera un senior un什么什么 sur deux 这个大家知道啊 两个里面有一个 到2015年呢 每两个消费者当中呢 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呢 老年化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文章呢 写的年代 比较早一些 ils représentent déjà 30%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他们已经代表着 法国人口的 30% ils représentent déjà 30%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百分之几 大家一定学会啊 多少多少 boursop la population 人口 法国人口 到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要占据 法国人口的 30%了 ils sont 哇 好长一个数字 这样的数字 大家看一样 能够非常快速的 把它念出来吗 850 后面还有千 那么就是85万 但是呢 我们还是看的法式的记录法呢 会比较容易用法语来把它念出来 因为本来呢 这种记录的方式就是为了方便你用法语来念的 850.000 850.000 850.000 实际上就是85万 ils sont 850.000 de plus shakane 多少多少 de plus 就是有多少多少的增加 ils sont 850.000 de plus shakane 就是他们呢 每一年shakane 每年要增加 85万 这个他们是谁啊 当然就是前面所说的老年人 是什么 收入 annual 每年的 那么他们有每年的收入 年收入是多少呢 122 million 欧元 million 是多少啊 10亿 那么也就是说122 后面还要加一个0 1220亿欧元 每年 哇 这些老年人的收入 真是挺高的 所以呢 购买力很强 才能构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那么 million的后面 为什么要有一个de呢 请大家注意哦 这个现象并不只是million后面才有 million million 都有这种情况 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 当他们后面有名词的时候呢 都会中间加个de 比如我们这边是 122 million 中间有名词 如果我要说200万居民 该怎么说呢 2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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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 不过呢 1000和100 他们后面加一个名词的时候 要不要一个2呢 答案是没有的 比如3000的学生 3000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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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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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 企业 les entreprises 是企业的意思 这个和英语呢 差不了多少 这个动词 实际上是非常常用的 什么意思呢 用于 奉献于 leur 这个 在这里是一个什么词性呢 是不是 他们的 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 是主有形容词呢 实际上不是的 这种语法线上呢 称为 pronounce COE 间接边缘人称代词 这个我们是没有学过的 我们只有学过 pronounce COD 直接边缘人称代词 而没有学过 pronounce COE 间接边缘人称代词 所以 在这里 我们只要知道 leur consacre 是献给他们 用在他们身上 就可以了 soulement 10% de leur budget marketing 企业 都是有营销预算的 在法国呢 这种营销预算当中 只有10% 是用在老年人市场上的 也就是说 老年人市场 是一个非常不受重视的市场 教材上后面 我们继续说 alor que la stratégie de Coca-Cola or ou de McDonald passe par la séduction des grands parents alor que翻成中文 是r什么什么 平时的使用当中呢 比较多的是带转折意味的 不过呢 在刚才那句话当中 转折的意味并不强烈 la stratégie 战略 cocacola 不用解释了 所有人都知道 可口可乐 mcdonald 这就是用法语的方式 来念英语的 麦当劳 那么 bass是什么意思呢 来 去还是经过 其实呢 bassé par 是一个词组 它的意思呢 是经过 通过 穿过的意思 比如 bassé par la capital 从首都经过 然后 la séduction 是诱惑吸引的意思 bassé par la séduction 是什么意思呢 穿过诱惑 通过诱惑 实际上 它的意思是 不受什么什么的诱惑 客人里是 不受谁的诱惑呢 les grands parents 祖父母的诱惑 当然 这里只是一种 修辞手法 也就是 可可可乐 和麦当劳 他们不受 老年市场的诱惑 实际上 他们的目标市场呢 都是年轻人 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一般的 法国企业 只把10%的 营销预算 用于老年市场 而像可可可乐 或者是 麦当劳这种企业呢 甚至于 完全不理会 老年市场 他们主攻 年轻人市场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总的来讲 或者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一般法国企业 是不重视老年市场的 不过 课文的后面 有转折 Cepe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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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和Pendant 很像 但是和Pendant 没有什么关键 Pendant 是在什么什么 期间的意思 是一个界词 而Cependant 是一个副词 然而 但是 Cependant 有那么几个企业 有一些企业 已经对什么什么感兴趣了 具体是对什么感兴趣呢 对于这个公众群体 也就是说 有些企业 已经对于老年市场 发生兴趣了 跟我们HONO HONO大家都懂的 雷诺汽车 法国的著名品牌 O Le Club Med Club Med是什么 那么爱好旅游的同学 可能知道 来自法国的Club Med 成立于1950年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度假连锁集团 一共拥有 遍布全球五大洲 30多个国家的 80多座度假村 在马尔代夫 泰国的普际岛 中国的桂林 都有 Les magasins Monoprix font 25% de leur chiffre d'affaires avec les seniors Monoprix的连锁店 它有20%的 chiffre d'affaires 那么chiffre d'affaires 是什么意思呢 chiffre是数字 les affaires呢 有一个意思 是生意 连在一起的话呢 chiffre d'affaires 是营业额的意思 也就是Monoprix 这个连锁店 它的营业额当中呢 有四分之一 是通过老年人 实现的 也就是老年人 是他非常重要的 目标客户 后面还有半句 et privilégie al leur attention les livraisons à domicile 动词 privilégie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它的意思是 给予优先 给予谁优先呢 我们可以先跳过 后面两个逗号之间的 al leur attention 直接看privilégie 它的兵语是什么 它的直接兵语 是后面的 les livraisons à domicile 那么 les livraisons à domicile呢 指的是送货上门 domicile 指的是住宅 livraisons 是送货的意思 所以呢 livraisons à domicile 是送货上门 整个动兵结构呢 是privilégie les livraisons à domicile 送货上门呢 给予优先 诶 听上去好像不是特别顺呢 到底什么叫给予送货上门 与优先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重新回过头 去看一下刚才我们所省略掉的 两个逗号之间的内容 aller attention 那么什么叫做aller attention呢 就是为了他们 这里只为了谁啊 当然是为了老年人了 所以整个联系起来看的话呢 最后半句的意思是 给予老年人送货上门 与优先 也就是优先 给老年人 进行送货上门的服务 La part de quinquagénaire dans l'automobile est de 40% quinquagénaire 指的是五十多岁的人 l'automobile 汽车 在这里呢 指的是汽车的销售 也就是说 五十多岁的人 所买的汽车 它的销售额呢 要占总销售额的 百分之四十这么多 comme le prouve les ventes de la Twingo Twingo呢 是雷诺的一款车型 大家看 就是这个样子了 comme le prouve les ventes de la Twingo 正如 Twingo车的销售 所证明的那样 也就是 Twingo车 它的销售情况 证明了 百分之四十的 这个比例 donc se prouve 证明 这都在说谁啊 就是在说刚才的 Twingo 当初推出的时候呢 是为了年轻人而设计的 当初这个车呢 虽然是为年轻人而设计的 但是结果呢 却有百分之三十九的销量 是卖给了中老年人 这篇文章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难不难呢 一般而言呢 最后的文化类的文章 都是略有难度的 同学们 只要能够看懂 就可以了 现在 然后 你会做的 试试试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就增设一个语法练练看的板块 来复习一下 第十一单元当中重要的语法点 第十一单元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点 就是直接避语人称代词 Pono Cod 那我们先来做一道题 让你填写Pono Cod 并且呢 这道题有一点福利哦 它只有Methe Nour这四个人称 也就是说第三人称都不再其列 是不是很容易呢 大家先做一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没有都做对呢 相信大家都看出来这是一封信 Cher Aurélie 亲爱的 Aurélie Je 什么什么 remercie Pour ton petit mot 当然是 je te remercie la 不可能是 je vous remercie 为什么 都说了 ton petit mot了对不对 人称必须是第二人称单数 Je te remercie pour ton petit mot 那么 petit mot呢 指的是写了一封短信 谢谢你给我的信 Bientot du bourre 什么什么 Apple au 06 8155 716 84 大家现在看到数字 是不是还会发出呢 如果还不够熟练的话呢 可以每天看在马路上的车牌号码 自己练一练 那么填什么呢 当然是 Mable了 很快你就可以打电话给我打到这个号码上 Apple moi 但是呢 一般需要前置 所以呢 就变成了me me pen的原因开头的单词 就变成了m一片 De bourre Mable 这里还有一个简单将来识哦 大家可以复习一下 Bouvoir这样一个词 它的简单将来识是怎么变化的 Je 什么什么facilite pour des réussites aux examens 那自然是 De félicite了 向你祝贺 为什么祝贺呢 因为你有reussite成功 在什么方面啊 Examen里面 也就是我祝贺你考试获得成功 对方肯定是参加了考试 并且通过了 Julien doit être content Julien肯定很高兴吧 Doi Don't c'est de voir 那么我们要问了 Qui est Julien Qui est Julien Julien是谁呢 通过上下文来看呢 Julien可能是Aurélie的一个朋友 Julien est peut-être un ami Julien est peut-être un ami Et il va pouvoir什么什么 faire entrer dans son agence 诶 这个好像有点费解哦 到底什么意思呢 到底应该怎么填呢 正确的答案是 Il va pouvoir De fait rentrer dans son agence Il va pouvoir 他将能够 这边呢 是最近将来时 而不是简单将来时 能够什么呢 De fait rentrer dans son agence 他的意思是 让你进入他的agence agence有很多意思 我们就算是agence de voyage吧 旅行社 那这样一来呢 他就可以让你进入他的旅行社 这里指什么 指进去工作 再通过上文来理解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Aurélie他所通过的考试呢 是和职业有关的 只有通过了这些考试 Julien才能够把Aurélie E que vous viendrez什么什么 voir à la fin du mois 这里呢 应该填 nous Vous viendrez nous voir à la fin du mois 当然 有的同学可能填了me me可不可以呢 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 但是前面说到过两个人 所以呢 来看我们 似乎更加合理一些 comme prévu 如同我们原先所预计好的 所约好的那样 就什么什么écri 那自然是du mecré 你给我写信哦 moi je什么什么appelle dant quelques jours je d'appelle dant quelques jours 我过几天以后呢 打电话给你 biz 最后的这个biz呢 是写信当中非常常见的 在很亲密的朋友之间的问候语 它的字面意思是亲吻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道题 下面这道题呢 它的形式比较的特别 它要求把一个命令句 变成一个带不定式的陈述句 我们来看范例 suiver le stage 上这个培训班吧 把它改成 il faut le suivre 应该要上这个班 il faut le suivre 我们来看第一个小题 帮助你的朋友们吧 要求是变成nous allons什么什么 那应该怎么变呢 当然应该是nous allons les di nous allons les di 我们将去帮助他们 第二个例句 revoyer les règles 再来看一看这些规则吧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复习一下这些规则吧 应该怎么变呢 相信大家这一回呢 应该会了 刚才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可能还不太敏感 现在应该知道了 怎么变呢 nous allons les revoir 第三个问题 appelle Julie 打电话给Julie je vais 那当然是 je vais l'appeler je vais l'appeler 这里有l一撇 那么如果这个l一撇 不省音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形式呢 应该是la la带的是谁呀 是Julie appelle Julie je vais l'appeler 第四题 sui la jeune femme 哦 有点意思 跟着那个年轻的女子 大家不要想歪了 实际呢 指的就是跟着那个女人走 这样的意思 就好比我们在课文当中呢 Julie 跟着Billard sui la jeune femme oui je vais la suivre oui je vais la suivre 也挺简单的吧 注意这个la呢 要放在suivre之前 不能放在v之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la suivre la是suivre的直接变语 而不是aller的直接变语 不是v的直接变语 regarder cette voiture 看这辆车 oui il faut la regarder 这就容易了 看过第四题以后呢 第五题就很容易做 oui il faut la regarder 看看这辆车 对的 应该要看一下 第六题 passer au jeu de roule oui nous voudrons 应该怎么变 nous voudrons le passer 这个明显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passer get a good source 肯定后面跟的不是直接变语 为什么 因为已经有r了嘛 有了借词 怎么还会是直接变语呢 动词和直接变语之间 是没有借词的 那么这道题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这道题的答案是比较奇葩的 提示大家一下 不要再用passer这个动词 而是用一个比较宽泛的动词 大家能知道是怎么做吗 有的同学可能已经答出来了 答案是 oui nous voudrons le faire oui nous voudrons le faire 是的 我们想这么做 我们想做这件事情 其实呢 le faire 几乎可以带所有的动词哦 当然 如果纯粹是要求有一个不定词 而不一定要有直接笔语的话呢 也可以说成 nous voudrons passer au jeu de roule nous voudrons passer au jeu de roule 第七小题 envoi la lettre 把那封信记掉吧 je vais什么什么 那就应该是 je vais l'envoyer je vais l'envoyer 很简单吧 第八题 insister 坚持住 oui il faut什么什么 哇 这个容易了 找钞就可以了 一乎是找钞 oui il faut insister oui il faut insister 第七小题 ferme le fenêtre 把窗关上 把那些窗都关掉 要变成 je vais什么什么 那该怎么变呢 非常的直观 je vais les fermer je vais les fermer 好 我们刚才练了 pronounceur de 碰到现在时 碰到infinitif 也就是动词的不定时 分别应该怎么进行使用 那么如果pronounceur de 所遇到的是一个过去时的动词 又应该怎么做呢 一起来看这个范例 Julie a trouvé la rigolette Julie有没有找到 Golette Lou呢 oui elle l'a trouvé oui elle l'a trouvé 有的 她有找到 有两点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 这个pronounceur de el一撇 要放在助动词之前 而不是放在助动词之后 第二点 过去分词 必须和这个前置的pronounceur de 进行迅速配合 比如这个例子当中 elle l'a trouvé trouvé 最后加了一个e 为什么呢 因为a的前面 l一撇 是一个阴性单数的名词 它实际上是la 它所指代的东西呢 是la rigolette 大家明白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题 Julie et Billard ont suivi tous les cours Julie et Billard ont suivi tous les cours 他们俩有没有上所有的课呢 假设有上的话 oui elle les ont suivi oui elle les ont suivi 那么 suivi的后面要加什么呢 要加一个s 因为Google呢 是阳性单数的 所以只要加个s就可以了 不用加e 第二小题 Julie a apporté les modèles Julie把那些样品带来了吗 回答当然是 oui elle les a apporté oui elle les a apporté 那么apporté 过去分词后面应该怎么加呢 应该怎么配合呢 注意啊 只要加一个s就可以了 不用加e 虽然model看上去很像是阴性名词 但是实际上是un modèle 是阳性的 第三题 Elles ont revu les règles 他们又复习了一遍 规则吗 又看了一下规则吗 oui elle les ont revu oui elle les ont revu review的后面怎么配合呢 加e s 注意啊 加e s 因为是une règle 第四小题 Elles ont appris les obligations du vendeur obligation 必须做的事情 义务 他们有没有学会 销售员该做哪些事情呢 oui elle les ont appris oui elle les ont appris 这个我几乎已经告诉大家了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发音 也能够知道 我们在appris的后面 加上了e s 所以才会念成appris 第五题 le professeur a trouver des volontaires 老师有没有找到志愿者呢 oui elle les a trouver oui elle les a trouver 那么trouver后面该怎么配合呢 加一个s就可以了 除非 除非那些volontaires 全部都是女的 因为volontaires这个词呢 可以是unvolontaire 也可以是unevolontaire 如果全部都是volontaire 都是女的话 那么加e s 第六题 Avez-vous appris cette leçon 你有学过这一课吗 Avez-vous appris cette leçon oui je l'ai appris oui je l'ai appris 老师又把答案告诉你了 对不对 这个appris呢 是动词的过去分词appris 加上了一个e 所变成的 那么这一题 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答案呢 其实也是有的 因为这个vous呢 也有可能是你们的意思 如果解释为你们的话 回答就应该是 oui nous l'avons appris oui nous l'avons appris oui nous l'avons appris 同学是不是这样回答的呢 第七小题 il a fini ce devoir il a fini ce devoir 他有没有把作业做完呢 oui il les a fini oui il les a fini finit de后面 加一个s 第八题 le mécanicien a réparé la voiture 机械师 或者说 微修工 把那个汽车 修好了吗 oui il a la réparé oui il a la réparé 最后加一个e 但是呢 不改变发音 现在 reposez vous et faites des exercices by bwd6 做了这么多练习 相信大家对pronounce ou de 直接编语人生代词 应该已经相当熟悉 掌握得非常好了 今天的课来就在这里结束了 同学我们下次再见吧 au revoi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